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蒋经国带曹军人拿着毛主席这个诗去建蒋介石那个楼 就在阳明山 不在阳明山 在那个什么什么山 离他家不远的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 蒋 那你要是台湾的大人物带你去就跟你讲 这就是蒋经国带曹军人把那个信给蒋介石的那个小楼还在 现在还开放 他说 毛先生有一个诗让我给您 蒋介石拿在手上 看了好几遍 站起来 说站起来在房子里面拿着这信还走 我估计新朝澎湃 但是一句话都没讲 就这首诗 东征北伐升威 歌颂蒋介石 说我想你了 咱们和平统一吧 就差点和平统一成了 后来66年文革了 这以后再讲 所以马英九在广州看的这两个地方 你应该看 凡是有机会到广州的中国知识分子 中青年知识分子 我认为七岁半以上的 七岁以上 六岁半七岁以上的人 都可以看 在黄花港给他们讲一下林决民的故事 到黄埔军校遗址 到东征 列式纪念碑 不是纪念碑 小金字塔 是一个十层楼高的一个小金字塔 还有那个东征博物馆 东征博物馆门可罗雀 里面就没人 特别可惜 特别可惜 没人没人懂 我估计那导游都不懂这啥意思 这就是国民党龙兴之地 发起 不是国民党 蒋家王朝啊 龙兴之地 龙兴之地 起家的地方 蒋介石当年去 他手下这帮学生兵 二三十岁 二十 蒋介石也不得了啊 蒋介石都勇敢往前冲啊 打败了蒋介石 他们的就跳河啊 跳河以后 陈庚把他背出来 跑了他们的一个小时 哈哈哈哈哈哈 蒋介石就说 给我杀 给我冲 结果打败了 打败蒋介石 妈我不活了 蒋介石就跳楼就自杀 跳河还是 蒋介石可能不会游泳吧 怎么跳个水塘 自杀干什么 最后被陈庚背起来 跑了几十里 跑了没有几十里 一二十里嘛 把他救了 那个地方 那都有详细的解说 太精彩了 然后就是这东征这么几次 蒋介石的兵力 从一万 打赢了三万 打赢了五万 打赢了八万 打赢了十万 然后北伐 他凭什么做北伐军总司令 北伐有八个军啊 李宗仁也是一个军长 某某某也是个军长 某某某也是个军长 那些人在五年以前 把蒋介石就没当人啊 短短几年时间 四个月一期 四个月一期 四期黄埔军校学生出来 军队一打就赢 一打就赢 一打就赢 拿下珠三角 拿下广东省 拿下两广 打到了三海关 从韶关 北伐 哎呀 这个蒋介石真是 没有毛泽东啊 没有人汉内东 蒋介石的 门都没有 所以这个 这就是马英九 这次来看这两个地方 绝非一般 马英九 我估计也知道 这是他这一辈子 在历史上最后一次 光辉表演 朱立伦连看都看不懂 什么朱立 现在什么 王金平就不知道这些事 朱立伦就看不懂 现在国民党这帮老人 还明白这些道理的 还知道要去黄花港 还知道念林觉明的信 还知道哭的 马英九是最后 老的一代死完了 下面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了 马英九也74了 玩玩玩玩玩玩玩 这个我们不讲了 第二我知道 西安你是绝对没去过 我是西安人 中国如果游览中国 你说游览哪里 没时间 只有三五天时间 就游览一下北京算 其他可以不去了 北京很简单 我一会儿要讲 就长城故宫 就马英九去 你说我游中国 三天游完 游完了这个北京 我还有三天 干什么 必须去西安 你像什么里根 什么美国这些总统 都是这样 去西安看什么 不是 小曾啊 去西安要看兵马俑 我给你讲着 因为兵马俑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什么叫夏 什么叫商 什么叫舟 现在都不清楚 但是说是现在安阳 我到现在没去过安阳 我上次去就插箭而过 我今年一定要去安阳 有时间咱们一起去 我们扛个机子 把它拍一拍 给全世界讲一讲安阳 他这个西安兵马俑 兵马俑 我没法跟你讲 我要兵马俑 咱们就能讲三小时 那个兵马俑 最简单的小册子 都要讲两三个小时 你看完了兵马俑以后 你理解夏 理解商 理解州 理解秦汉 甚至能理解圣唐 兵马俑的水平 基本上夏商周的最高水平 秦汉的最高水平 甚至圣唐的最高水平 兵马俑都在哪 兵马俑里面有 四十多项 1930年的世界专利 现在一查 1930年 全世界有很多重大的科技 发明专利 现在都在兵马俑里面 发现 兵马俑的铜车马 比如说汉代 原来那个马王堆 出土了一个衣服 那个衣服是个睡衣 可以装在一个火柴盒里 就火柴盒里 然后那个上面的图 到现在很鲜艳 很美 纺织工业部 想仿造一件这个衣服 说是搞了三十年 现在造不出 造不出来 那个残没有了 不知道 不知道为啥 就是说你能造 你比人家要重五到十倍 你还把画画上去 重他们二十倍 人家怎么弄 像秦始皇兵马俑里面 无论是他的弓 无论是他的剑 无论是他的刀 无论是他的铜车马 他所达到的高科技程度 是1930年的世界最高科技水平 而且最麻烦的就是 他不是一个有这个水平 他是全部有这个水平 就他可以批量生产 可以标准化生产 所以夏商周秦汉隋唐 能够达到多么伟大的程度 马英九原来是不知道的 他这两天知道的 看了兵马俑 你就知道夏商周有多伟大 秦汉有多伟大 圣唐有多伟大 基本上就这样子 那中华民族 只要出了秦始皇 只要现在看见了兵马俑 中华民族永远不灭 当然除了这个兵马俑以外 西安还有个博物馆 就叫陕西省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永远是仅次于 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中国第二大博物馆 文物太多 太好 太重要 或者话说北京的那些好的文物 最重要的文物 实践里面有五六件事从西安调过去 所以你得看文物 这个马英九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懂 但是马英九文化相当深厚 马英九写的字 那么跟字贴一样 因为他从小岸国家领导人 这家伙 国也好 字也写得好 哈佛博士 但是他跟我有个一样 有个共同的缺点 就是连战说 无能 无能的原因就是读了美国博士 他要是向那个宋楚瑜读个硕士 可能还强一点 他要是本科就从美国念完回来 可能就更凶 不过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过去 人一旦读了留美博士以后 回到中国 不论是大陆和台湾 都会发沙 这个没办法 因为美国他这个教育 有理想主义一面 你一旦读了美国博士以后 多多少少都会 太理想 太理想嘛 就容易这个 对敌人仁慈 对敌人仁慈 最后就导致自己被消灭 这个我对马英九是心有戚戚眼 我很理解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 再个就是寄黄帝陵 我跟你说 真的 黄帝陵离西安还不近 还有一段距离 黄帝陵这个地方很奇怪的 我去黄帝陵的时候 整个陕北高原 是一片黄色 没有树没有草 八几年 现在听说好 现在整个陕北高原 绿树青草 据说是连仙鹤都回来 我去的时候呢 当时黄帝陵 应该说是最惨的时候 整个陕北高原 黄帝陵在陕北高原的中心位置 在西安和沿岸之间 整个黄土高原 不长树不长草 树只要长这么高一点 比膝盖高一点 就被羊啃了 草早都被羊啃光了 可是 在不到黄帝陵 看不到黄帝陵 黄帝陵还有几十里的地方的时候 突然 树木很高大 草很茂盛 一问 谁种的 五百年 一千年 一千五百年 两千年 汉武帝 现在这个县叫黄陵县 什么意思 就是黄帝的陵墓这个县 谁 中国县不是两千多个县吗 其中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县 是汉武帝 是秦皇汉武时期设立 到汉武帝时期 已经一千一百五十个县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 是秦始皇建立的 是汉武帝巩固的 是两千个县 有一千一百个县 是秦皇汉武确立的 其中 有几个县 是汉武帝 一个人 说这个要设个县 比如说 黄陵县 汉武帝说 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 已经三千年祖先 因为皇帝离我们五千年 离汉武帝三千年 汉武帝离我们才两千年 汉武帝离他就已经三千年了 我们离他是五千年 汉武帝说我们中华民族 已经五千年历史了 谁是我们祖先 我们现在教授博导们研究出来 皇帝是我们的祖先 那既然我们中华民族已经这么伟大了 我们已经拿入了新疆了 现在俄罗斯南部很大一块 那时候也是中国的 贝加尔湖都是中国的 贝加尔湖以前是叫 苏穆放羊 对啊 苏穆放羊地方也是我们的 那我们都这个 魏清获取病都打到那么远地方了 当时那边是叫北海嘛 我们这么伟大的中华民族 我们他妈给祖先不祭祀吗 你整天祭你爸祭你爷 太丢人了嘛 或者皇帝的这个什么 每个皇帝自己 祭自己的这个仙人 这个也还不够啊 中华民族要有一个 永远纪念的祖先 教授伯导们研究出来 皇帝是我们的祖先 设立皇陵县 永远 你们这个县 你们这个县官和全县人民 从现在起世世代代 你们没有其他任务 就是保护皇帝陵 给皇帝守灵 皇陵县 哎呀 皇陵县那个树 是我去美国 那个Yosemite Park 就是美国有个优胜美地 我在那见到那个树 那确实不得了 那个汽车可以从树里面开过去 那个树太粗了 我除了在美国优胜美地 看到的那么粗的树以外 中国最粗的树 也就是皇陵县的树 皇陵有一些树 确实是从 汉武帝设定皇陵以后 就再没砍过 几十里苍松脆白 从秦始皇到今天的领袖 包括文革 文革都没有人敢去皇陵去破坏 历朝历代 没有听说过有哪朝哪代的人 敢去破坏皇陵 哎呀 你到那以后你就知道 我们这个民族 所以马英九还是个地道中国人 他曾经在台湾六次主持 瑶记皇帝 这次他亲自来了一趟 文官 武官下马 文官下轿 提前一二十里就苍松脆白 整个黄土高原一片黄 一到黄陵县突然苍松脆白 这个绿树青草 郁郁葱葱 你简直不可想象 还有这样的地方 真是这样 今天还是 我要死在你前面 你和我死了以后再过一千年 不管换多少领导人 还要换多少朝代 黄陵县还是黄陵县 你这个 这个没办法 你朝代更替是朝代更替 但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和你朝代有个仇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根 那是不是个祖先 祭祖 你中华民族他妈你不祭祖先了嘛 对不对 人家世界各大宗教都祭人家的先人 你也要祭祖啊 对吧 人家基督教是纪念耶稣啊 人家这个佛教是纪念佛陀啊 人家伊斯兰教人家是纪念这个 穆罕默德啊 对吧 你中国人你十四亿人啊 印度去年修了自己的祖先 刚修 印度啊 莫迪很厉害 莫迪说我们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了 我们印度人要有一个共同祖先 刚修好 刚修好 花了说十几个亿 刚修好 全印度的人去一起 剪彩 印度现在有了有了他的皇陵了 印度现在有皇陵了 莫迪刚建的 中国的皇陵是汉武帝建的 马英九这次又去拜了 所以这个西安啊 我说一个兵马俑 一个皇陵 这个真是不得了 这真是不得了 所以这个马英九为什么要去西安 你不去西安 一是不认识中国的伟大 二是你没有记中国人祖先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马英九是第一次来 第二次来大陆 上次是回个湖南 这那不算 你从台湾跑到湖南又跑回去 这算啥呢 你这次是正儿八经叫访问大陆 既然访问大陆 我讲了如果三天时间看北京 六天时间北京加西安 其他时间广州是可来可不来的 但是马英九要来 为什么我说了 这有黄花港和黄埔军校 他要来拜孙中山 在哪里拜黄花港拜 他要来拜蒋介石 在哪里拜黄埔军校拜 所以他这次来访问 是标准的领袖访问 以北京西安为主 捎带广州 是这样子 所以这次访问 文化意义非常重大 但是我相信100个台湾人 99个人永远也不了解啥意思 下面就是北京了 是吧 北京呢 不用说长城故宫 你都没去过吧 没有 哎呀小子 你二十几了 二十四 二十四 不过还年轻 不错不错不错 我二十四的时候 这个 那早都去过了 北京早都去了 兵马俑 兵马俑挖的时候 我们全班就去了 我们站在下面 跟兵马俑在一起 兵马俑我们去的时候 正在挖的时候 我们就去了 黄陵是我 是八几年去的 广州这个黄花港 我去过两三次 第一次 那时候我父亲 我父亲到广东 然后我也来广东 我父亲就说 你来广东 广州嘛 你要去看一下黄花港 黄埔军校 然后这个 另外就是虎门硝烟 这个虎门炮台 这个就是近代史的开端 再个就是黄花港那边 所以后来有小孩子 要是到广东来 我也就第一次 最重要的就带他先去黄花港 小孩如果太小的话 这个黄埔军校看着有点累 先看看这个黄花港 然后到北京去看看 这个什么故宫啊 长城啊 故宫长城最重要 其次包括天坛 天坛也值得看 天坛因为祭天嘛 中国人这个皇帝太远了 祭不着 皇帝就派个人 到皇帝陵去吧 从北京派个人去祭一下 但是天是年年要祭的嘛 祭天坛 天坛是个东西 故宫长城 天坛 所以马英九这次这个访问 从旅游角度 我觉得达到了最高峰 指引了这个中国中青青少年 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 旅游中国 北京西安和广州 你要旅游哪些地方 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再有小孩的带小孩去看一看 有机会啊 看看兵马俑 看看皇陵 北京啊 长城故宫 我都看过十次八次了 那没办法 来了人就得赔 来了人就得赔 就得赚 那么这次马英九就来了 马英九就来了呢 也旅游完了 领袖昨天把他也见了 见了嘛 这个领袖发表了这个伟大的指示 啊 我们就报纸上都登了 那么 马英九有个回答 马英九的回答很短 我看这个 报纸上这个也都登了 马英九这个回答 我念一下评论一下 谢谢大家